你不要對著我的臉錄影 你講 你講 我們圖書館有圖書館的規定 對 我不配合 圖書館外男子拿著手機狂拍 因為警察制止他竊電 用圖書館插頭 衝自己的電動車 禮電池 圖書館的規定就是 行物司機電源 我不配合啊 誰把我告誰強制罪 警方說明圖書館規定 禁止司機電源 但男子涉嫌竊電 態度卻十分惡劣 說我就是不配合 還嗆聲告警察 不要妨礙我執行公務 你不要一直擋你對照號碼 你不要衝撞我 我現在要離開 我沒有做違法的事情 我不準手 事後他被帶到警局 還拿出手機繼續拍 執法犯法 那我也是不得已 這起事件發生在 高雄市立圖書館小港分館 男子連續兩天總共帶了四顆 電動車禮電池 違規充電被制止也不停 這個就太誇張了 開電動車我也可以 拉一條線拉到我那邊去衝 大家都學長上次來這邊衝的話 那真正要使用電燃 就沒辦法使用 不屬於跟圖書館有關的設備 當然就沒有提供的義務 就連員警勸說都不甩 最後館方來應的直接提告 警方依竊盜現行辦將期逮捕 為了省電費到圖書館 充電動車電池態度還很惡劣 切電欄事情鬧大 被依照切到罪 以訴法辦後悔也來不及 記者洪夫人王書宏 高雄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